陈光诚旋风离开中国抵达纽约 令不少身在中国关心他的朋友 既为他高兴 但是也为中国的人权现状感到悲哀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陈光诚表示祝贺 祝福他们一路顺逢到美国 也是他们争取的结果 他这个陈光诚被多少年被限制了自由 剥夺了自由权利 现在他通过自己的抗争 最后获得了自由 我们应该对他祝福吧 北京律师唐吉田为陈光诚之后 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感到欣慰 我觉得他在继续治疗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利用各种有效的途径 一方面为自己和家人的正常生活 权力做进一步的争取 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和中央政府的相关人员 去主张去要求对实施违法犯罪的各级各类人员进行调查和处理 避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这种局面 也不让这种悲剧在其他人身上重演 原河北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则是既高兴又悲哀 高兴的是陈光诚一家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终于能够摆脱这种迫害 能够有一定的安定的生活 悲哀的是这么一个正直的人 还有许许多多像陈光诚这样的人 在中国居然在自己的家乡 居然得不到基本的生活的安全保证 还是只能到其他的国家去寻求自己的生活 这是中国的一种悲哀 这也充分说明了什么 中国简直像一个大监狱 陈光诚在抵达美国后 现身纽约大学表示 公平正义是没有国界的 新唐人记者易如采访报道